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最近吃饭没什么胃口 就试试我这道蜜汁盐辣椒 做法简单 非常开胃下饭 首先将洗净沥干的线椒 切切放入盆中 加小米辣 姜蒜片 18粒花椒 记住一定要铺上耳油 才能激发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两勺白糖 一勺酱油 一勺陈醋 最后用你们性感的小手 一定要戴上手套 抓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 即可开吃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要是想喝酸辣汤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非常酸辣开胃 首先胡萝卜 火腿 木耳切成丝 再准备点干丝 金针菇切成段 嫩豆腐先切成丝 然后再切成片 明人不说暗话 麻烦你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晚上打入两个顺产的母鸡蛋 给它搅匀备用 锅中油热 下葱姜蒜 干辣椒 煸炒出香味 倒入适量的清水 加盐 鸡精 生抽 少许老抽 一勺陈醋 一勺胡椒粉 然后用水淀粉勾芡 勾从这种粘稠度 再倒入两个鸡蛋液 小火煮一分钟 再来的香油 有条件的可以放点香菜液 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去做起来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想吃豆芽菜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个嗆慢豆芽 酸辣脆爽还解腻 准备不要咸的绿豆芽 加入清水 浸泡十分钟 这样可以去除里面的脏东西 锅中水烧开 放入绿豆芽 焯烫个十秒钟 完全变色后捞出 放到200开中投凉 然后再完全控开水分 放到盆里 加入红椒丝 葱段 蒜末 干辣椒 18粒黑芝麻 泼上热油 激发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生抽 陈醋 用你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 即可开吃 这样做的绿豆芽 酸辣爽口 吃多了也不长肉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吃水煮肉片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吃起来特别滑嫩 首先里脊肉一定要顶刀切 不要顺丝切 把里脊肉用鞋刀切成两半 切成一元又密厚的薄片 放入盘中 加盐 鸡精 料酒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然后用我性感的用手抓拌均匀 致粘稠 再来一勺油 锁住水分 腌制十分钟 锅中有热 下入葱姜蒜 花椒 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煸炒出红油 再加入开水 然后再加盐 鸡精 生抽 老抽 煮个两分钟 捞出料渣 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煮一分钟后 捞出放入碗中 再转中小火 均匀的下入肉片 煮一分钟左右 用勺子轻轻推动两下 然后再勾个薄切 均匀后 迅速倒入碗中 撒上辣椒面 花椒面 白白的黑芝麻 蒜末 葱花 泼上热油 激化出香味 一道非常辛香嫩滑的水煮肉片 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吃水煮肉片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吃起来特别滑嫩 首先里脊肉一定要顶刀切 不要顺丝切 把里脊肉用斜刀切成两半 切成一元又密厚的薄片 放入盘中 加盐 鸡精 料酒 一个蛋清 一勺淀粉 然后用我性感的用手抓拌均匀 制粘稠 再来一勺油 锁住水分 腌制十分钟 锅中有热 下入葱姜蒜 花椒 干辣椒 一勺豆瓣酱 煸炒出红油 再加入开水 然后再加盐 鸡精 生抽 老抽 煮个两分钟 捞出料渣 下入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煮一分钟后 捞出放入碗中 再转中小火 均匀的下入肉片 煮一分钟左右 用勺子轻轻推动两下 然后再勾个薄气 均匀后 迅速倒入碗中 撒上辣椒面 花椒面 白白的黑芝麻 蒜末 葱花 泼上热油 激化出香味 一道非常辛香嫩滑的水炉肉片 就做好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吃卤味了 我教你在家用一个电饭锅 就能搞定 想吃什么就卤什么 都不用去外面买了 电饭锅里放葱姜 焯好水的食材 香肝 莲藕 七八个顺产的安全蛋 干辣椒 一大勺盐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再来一勺黄豆酱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五香卤料包 外面很多熟食店 都在用它 再倒入半瓶啤酒 和一碗清水 按煮饭键35分钟 出锅啦 太香了 要是学会了 你就悄悄的点个赞 收藏起来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想吃卤味了 我教你在家用一个电饭锅 就能搞定 想吃什么就卤什么 都不用去外面买了 电饭锅里放葱姜 焯好水的食材 香肝 莲藕 七八个顺产的安全蛋 干辣椒 一大勺盐 冰糖 生抽 老抽 蚝油 再来一勺黄豆酱 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五香卤料包 外面很多熟食店 都在用它 再倒入半瓶啤酒 和一碗清水 按煮饭键35分钟 出锅啦 太香了 要是学会了 你就悄悄的点个赞 收藏起来 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了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家人做凉拌土豆丝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酸辣脆爽 越吃越想吃 切土豆丝容易打滑 你只需在侧面切上一刀 这样切的时候就很平稳 不会再打滑了 做凉拌土豆丝 你不需要切得那么细 粗细均匀就可以 没人不说暗话 麻烦你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切好的土豆丝 用清水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水开 加一勺白醋 倒入土豆丝 能使口感吃让你更加的脆爽 家里有条件的 可以放点青红椒丝配色 煮个20秒就可以捞出 然后用凉拌开过凉 挤干水分 加蒜末 干辣椒 一勺热油 提发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生抽 陈醋 香菜 然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你们家人做凉拌土豆丝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简单 酸辣脆爽 越吃越想吃 切土豆丝容易打滑 你只需在侧面切上一刀 这样切的时候就很平稳 不会再打滑了 做凉拌土豆丝 你不需要切得那么细 粗细均匀就可以 没人不说暗话 麻烦你给我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切好的土豆丝 用清水清洗掉多余的淀粉 锅中水开 加一勺白醋 倒入土豆丝 能使口感吃让你更加的脆爽 家里有条件的 可以放点青红椒丝配色 煮个20秒就可以捞出 然后用凉拌开过凉 挤干水分 一勺热油提发出香味 再加盐 鸡精 生抽 陈醋 香菜 然后用我性感的小手 抓拌均匀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吃饭的萝卜 你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特别简单 非常的开胃爽口 萝卜丝不需要切得太细 粗续均匀就可以 切好放入盆中 加适量盐拌匀 腌制10分钟 杀出萝卜的水分和辛辣味 然后加凉白开清洗一下 一定要挤干水分 这样才能够加的入味 够加的好吃 放入蒜末 辣椒丝 18粒花椒 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一勺松抽 一勺香醋 少许白糖提鲜 有条件的来点香菜段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手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买金针菇 也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阴阳美味 书上长的金针菇 改刀切段 锅中水开 下入金针菇 焯烫一分钟 捞出备孕 碗中打入三个公鸡蛋 顺着太阳的方向 给它搅散 锅中有热 下入鸡蛋液 给它炒熟盛出 然后葱蒜爆香 放入火腿片 翻炒两下 倒入白玉菇 青红椒 鸡蛋 调味 加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然后大火翻炒 七八九下 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买金针菇 也就像我这么做 做法不但简单 而且阴阳美味 书上长的金针菇 改刀切段 锅中水开 下入金针菇 焯烫一分钟 捞出备孕 碗中打入三个公鸡蛋 顺着太阳的方向 给它搅散 锅中有热 下入鸡蛋液 给它炒熟盛出 然后葱蒜爆香 放入火腿片 翻炒两下 倒入白玉菇 青红椒 鸡蛋 调味 加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然后大火翻炒 七八九下 即可出锅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收藏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以后家里来客了 你就做一道 这样的小酒小凉菜 特别的爽口 树上摘着金针菇 切去根部 四种小朵 锅中水开 下入撕好的金针菇 煮熟捞出 过一下凉水 攥干水分 放入盘中 放入蒜末 红椒丝 黄瓜丝 胡萝卜丝 加入盐 鸡精 白糖 一勺生抽 一勺陈醋 能吃辣的 放点辣椒油 再来点香菜段 最后用我性感的小酒 抓拌均匀 就可以开吃了 酸辣传口味解腻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试做吧 我告诉你啊 小孩子每天的早饭 一定要吃的有营养 早饭要是吃不好 那岂不是说在起跑线上 以后孩子的早饭 你可以给他做吃道面鸽大汤 简单方便 还有营养 碗中加入两勺面粉 分两次加少许水 边倒边搅拌 给他搅成面絮状 锅中有热 爆香葱花 倒入西红柿 小火慢慢的翻炒 把西红柿的汁炒出来 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 倒入蘑菇和木耳 调热加盐鸡精 烧开后 撒入面絮 再加两个鸡蛋液 有条件的可以放点小青菜 用勺子轻轻推匀 最后来点香油 即可开喝 是不是很简单 赶紧给孩子做起来吧